社交聚会限制解除 那更多家庭将接待亲友 因此忙着为住所进行大扫除 受访清洁公司表示 更多家庭聘用清洁工协助大扫除 这期间的需求就增加高达七成 而费用则调高约一成 来看记者陈韵儿的报道 这家清洁公司今年接到的大扫除预定 同比增加一成 有别于过去 业者一般在过年前一个月就开始忙碌 但今年却等到上个月底 才接到第一份订单 业者说由于筹备时间不足 员工必须延长工作时间 所以决定提高收费 让员工获得加班费 很多客户都会去旅游 所以导致他们现在回来的时候 可能还在安排新年的那些行程 虽然如此 可是客户还可以了解 我们现在的消费提高 也需要我们的服务来清理他们的家